你为什么会焦虑 萨古鲁说 最根本的问题是 在一天之内 你的想法 情绪 身体活动 呼吸 心跳 以及其他一切 有多少是有意识的 你有多少是在有意识的进行的 你所谓意识到的 不可避免的 在无意识的发生着 这无非意味着 我们很大程度上 是在不经意的 对我们的周围情境 做出反应 如果你想了解 无意识运作的后果 你可以拿起 你的自行车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 在自行车上保持平衡 那么就用你的汽车 我说自行车 是因为用开车的方式 你可能会伤害到 其他人的生命 你跨上自行车 90%的时间 闭着眼骑几条街 你知道我们得去哪里去接你 对吗 是的 这就是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 如果你正在无意识地进行你的生活 没有意识到 没有意识到你如何思考 你如何感受 你的身体 你的呼吸 以及你的心跳如何 那么 那么基本的生命过程 就是无意识发生着的 在无意识之中 你在生活中 碰撞了多少次 有多少生命 因你而受伤 你又给你自己 造成了多少伤害 所有这些 都是偶然地发生着 当你活得充满偶然性时 当你遇到一个意外 或者当你快要遇到意外时 你肯定会感到焦虑 所以 当你90%的生活 充满偶然性 焦虑变成了常态 如今 所有人都在编织哲学 认为焦虑是正常的 焦虑不是正常的 只要回顾你的生活看一看 在你五岁的时候 喜悦才是常态 不是吗 那时焦虑不是正常的 生命在你身上 投资了一部分的喜悦 作为你的保障 如果你五岁时 那么喜悦 那到你三十岁时 你应该狂喜了 但是 由于无意识 由于强迫性的行为 使得你被自己 头脑里的念头 情绪 以及周围生活环境 所奴役 正因为如此 现在的生活 才会这样 如果你变得 对自己的存在 存在的本质 多一些意识 你会发现 你可以按照 你想要的方式 进行你的生活 并成为 自己命运的主人 你应该是你